说起七哥七威大家都很熟悉吧 从歌唱选秀节目《我行我秀》出道的七威 一员亮丽的外表和不俗的歌喉获得了不少人的青睐 在唱而优则演的过程中 七威放弃原本柔美的长发 成为干练果敢的七哥 在表演风格上也更加取向成熟爽朗的郁姐形象 被誉为娱乐圈的新四小花旦 七威之前参加了一个节目站在舞台中间 回答网友们提的辛辣棘手问题 但七哥不愧是七哥 每个问题都回答的霸气十足 一个网友的问题就有点犀利了 说七威你声音这么难听还当明星啊 七威面不改色一脸骄傲的说 我声音这么难听都当上明星了 你气吧 七威到底怎么当上明星的声音这么难听 声音这么难听都当上明星了 你气吧 不但自己没有气到还反呛了网友一口 学徒不服就服你 围绕着七威最八卖的问题 必须要问那就是 你明明底子很好 为什么偏偏想不开要去整容呢 对于整容这个问题啊 七威是非常理智气壮的 七威和网友一起打开弹幕追剧 于是看到满屏幕在说自己的双眼皮贴的好明显 他直接截图出来说 自己这辈子都没有贴过什么双眼皮贴 自己的双眼皮是割的 再次被问到整容的问题 七威更转了 说整容怎么了呀 等会下了节目 我马上就去把胸搞大 很巧的是 下一个网友的问题就是针对他的胸 说七威你的胸这么小 为啥还跑去代言内衣的广告呀 见惯了大场面的七威平静的吐出了三个字 因为红 拜托不要再整了 本来就很漂亮了 干嘛想不开去整 我整什么了 我告诉你 节目完了之后 马上去把胸搞大 天哪 怎么那么诡异啊 明明胸不大 贴上了 还要去代言BRA的广告 因为红 七威的老公李承逊是美籍寒衣 两人是一对令人羡慕的跨国夫妇 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呢 也被很多人所向往 两人婚后 生下了一个女儿叫Lucky 完美地继承了爸妈的优良基因 从小就是一个小美女啊 女儿Lucky 因为古灵精怪和耿直的性格 而被大家所喜欢 也被称为迷你版的七威 她们和其他的男主外 女主内的夫妻恰恰相反 两人婚后 七威一如俱往地在外面打拼事业 而李承逊呢 却选择放弃事业 专心在家照看女儿 前不久 李承逊带着Lucky 参加了想想办法吧爸爸 这也让网友们 终于看到了小Lucky的真面目 他真的长得跟七威超级像 简直就是一个母子中刻出来的 Lucky也是活泼好动 但是一点也不娇气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Lucky表示 自己的名字叫做李乐奇 他的爸爸是李承逊 他的妈妈是七哥 这让很多人非常吃惊了 大家以为七哥是朋友们对七威的称呼 但是没想到 连他的女儿都这样的称呼他 七威呢 也不甘示弱 发微博回怼字的女儿 对的 七哥是女的 李乐奇这个名字 也是我画了30秒起的 他们可爱的女儿Lucky 那是一个古灵精怪的小朋友 Lucky发现别人家都是爸爸出去上班 但是自己家呢 都是爸爸在家陪自己 反而是妈妈出去工作 七威最近在节目上透露 女儿Lucky曾不止一次问过他 为什么我们家里不是爸爸出去赚钱呢 为什么爸爸不用工作呢 七威的回答不仅给足了丈夫面子 还让孩子更能够体会爸妈的辛苦 这个时候七威就告诉女儿 到底是爸爸妈妈谁陪你 这并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的职责是一样的 都是要照顾你长大 以更好的生活 如果我出去工作 那他就必须留下来照顾你 其实爸爸也是可以出去工作赚钱的 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陪你 所以他这是做出了牺牲 你应该感谢爸爸才对 七威给女儿的回答啊 真的可以说是教科书式的范本了 在夫妻分工这一方面 七威和李承炫一直都是达成共识的 他对女儿的这一番回答 不仅让女儿理解到了爸爸的辛苦 还让女儿更加知道爸爸的伟大 这是对丈夫的尊重 其实夫妻之间就应该互相理解 互相尊重 才能够让婚姻更幸福更长久 每个家庭的相处模式不尽相同 尽管李承炫近几年 在韩国人气确实大不如从前 但想必只要他想 还是可以接一些杂志写真的 只不过比起这些啊 可能他认为和孩子之间的相处 更加重要罢了 而七威本身的性格 也更适合在外面闯荡 好了以上就是全文的分享了 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告诉大家哟